有多少艰辛 有多少信念 坎坷的历程 多彩的人生 他们在历史中追问现实 在苦难中鼓舞生命的启航 追问坐丁宁 在现时代的记忆 十集系列片 矛盾文学奖获奖作家 姚雪银 李准 周克勤 陆瑶 池子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会主办的第七届矛盾文学奖颁奖典礼 昨晚在矛盾先生的故里浙江乌镇举行 贾平蛙的秦枪 池子剑的厄尔古纳和幼暗 周大新的胡光山色 卖家的暗算四部长篇小说 最终获此殊荣 矛盾文学奖是根据矛盾先生的遗愿 于1981年设立的 是我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 我只知道我自己在匀速地往前走 我也不会大红大紫 也不会怎么样 就是我的信仰就是慢慢写 就像我每天写两三千字 如果进入写作状态 我的写作也是 所以我有个理想 我说我如果要是80岁 活到80岁的时候 我还能写作那该多幸福 获得矛盾文学奖的厄尔古纳和幼暗 是一部描述中国东北少数民族 厄文克人生存现状 及百年沧桑的长篇小说 矛盾文学奖评奖委员会评价它 具有史诗般的品格 和文化人类学的思想厚度 是一部风格鲜明 意境深远 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上乘之作 写作厄尔古纳和幼暗的时候 那种状态一种难以言传的美好 进入了一种特别松弛 又特别迷人的境界 所以我是不忍心把它写完 写完以后有一种 特别的失落的感觉 觉得我跟这样的一群人告别了 而这样的一群人 我塑造的这样的一群人 可能是我最想相处的人 我是不忍告别的 而那样的一种环境 也是我不想背离的环境 在中俄边界的俄尔古纳和幼暗 居住着一只数百年前 自贝加尔湖畔迁徙而至 与驯禄相依为命的俄文客人 他们信奉萨满教 主驯禄洗食而搬迁游猎 在享受大自然恩赐的同时 也艰辛备偿 然而在池子健看来 这个远离城市 远离现代文明的民族 却有着人类最朴素的情怀 和最纯净的灵魂 我特别不喜欢外面的人 叫他们是过着一种原始的 荒蛮的 不文明的 恰恰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 诗意的生活 文明的生活方式 而且有道德 有操守 这样一个部落让我动心 《厄尔古纳河右岸》 以一位年界九旬 厄文客组最后一个 酋长女人的字述 展开了这个民族 近百年的顽强坚守 和文化变迁过程 虽然是一部小说 但《厄尔古纳河右岸》 却如一面镜子 照耀着那些远离山林 和自然的灵魂 如果你已经失去了 聆听神话的环境 告别了接受神话的情怀 或许你就很难 真正读懂这部小说 更不会触摸到 池子健在这部小说里 留下的心迹 我去追踪这个部落的时候 灵魂产生了一种 极大的震撼 虽然在那样的山里面 你看着条件 看似艰苦 但是他们生活的是那么快乐 随口就能可以 可以唱歌 而且唱的旋律特别动人 我说的动人不是我们 所想象的那种那样的优美 是一种苍凉的优美 沉欲浑厚 而且张口就能唱 每一个人好像都是民间的优美 他们的文艺家 而且他们的生活又是特别高尚的 为什么呢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他们因为跟着迅路一起要搬迁 那么在一个地方宿营的时候 你会产生生活垃圾 他们每离开一个宿营地的时候 要把他们的生活垃圾 挖一个坑深埋 而且建西楞柱的时候 也就两三个平米这样的一个大小的地方 他不砍大树 要选那些基本是草地这样的空地 不破坏这种植被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生活方式 对我们是一种有益的启示 而且他们在过去打猎的时候 靠打猎为生的时候 比如说今天打够了够一周吃的食物 冬天还能便于储藏 他们绝不在多烂杀动物 不过多的索取 知足 而且在知足当中产生了这种富足感 我觉得这都是现代人应该学的 有一些非常文明的生活方式 池子健写作《俄尔古纳和诱暗》这部小说 是因为被厄文克族一位画家的命运深深触动 这位叫柳巴的画家 是第一位从大兴安岭来到北京的厄文克人 他带着绚丽的才华走出森林 考取了中央民族大学 学习美术 毕业后到呼和浩特一家出版社 当了一名编辑 柳巴一直是家族的荣耀 但是有一天 他却回到了山林 而此时的厄文克人正处于从游牧走向定居的变迁之中 关于他们下山定居 他我觉得就是能不能适应现在的生活 对他们来讲是最关键的 那么就是在他下山定居几年以后 我回去追踪这个部落 我得到的 我觉得我的担心 看到的让我特别的痛心 就是他们饲养的那个驯鹿 然后给他们圈在鹿圈里面 红砖的铁丝网 当然他不像在山上那样能自由自在的走了 定点的卫石 可是驯鹿就接二连三的死亡 厄文克这个部落的人呢 把驯鹿看作神鹿 像他们生命一样 那么他们特别心疼 就解救了驯鹿 把他放出来 他们有一批一批陆续的回归森林当中 柳巴的姥姥 是一名为族人体神治病的萨满 母亲巴拉杰 在五十年代开始的下山定居运动中长大 巴拉杰无法理解柳巴 在城市与山林之间的徘徊 而在森林里 柳巴已经显得与众不同 与森林隔离的这些年里 柳巴的腿已经变软了 有时竟难以跟上不足迁徙的脚步 只有和家传的神鹿在一起 柳巴才能感到一丝安静 最终柳巴发现 一切已经不可能回到从前 命运把柳巴永远留在了山林里 他最终在困惑中葬身河流 小说选刊杂志的崔爱珍 将这个故事告诉了池子健 并对他说 池子写吧 只有你能写 我觉得他这个命运很值得深思 就是你在山里的时候 可爱山外的世界 你用你的这种艺术走出了这片天地 你又因为喜欢你的艺术和舍弃不掉的这种生活方式 你又回到山里 可是你回到以后又不适应 那么就我们简单意义上理解的 现代生活和这种原始的这种生活 是否有这样的冲突 什么样是真正的文明 我觉得这个是我关注的点 我们再也不用在搬迁时留下数号了 山中的路越来越多了 没有路的时候我们会迷路 路多了的时候我们也会迷路 因为我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 当搬迁的卡车在清晨驶入营地的时候 我看见那些要走的人的眼神中 不完全是喜悦 他们的眼睛里也流露着凄凉迷茫的神色 我讲了一天的故事 累了 我没有告诉你们我的名字 因为我不想留下名字了 有一些人把它理解为历史类的小手 我觉得可能是有诗偏颇在我心目当中 因为完全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实 这样一个部落现在仍然存在 仍然是在这样的一个地区生活 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渐渐的在淡忘他们 在疏远他们 他们有可能渐渐的也和我们产生隔膜 那么我觉得在我们这样一个多元的世界当中 应该给他们留有一方天地 应该哪怕他们成为我们一种文化的活化石 我觉得都值得的 他们的生命方式也是值得推崇的 这是即将在意大利出版的 俄尔古纳和幼暗的封面 幼暗的天空 弥漫着神秘的色彩 意大利人的设计让池子健欢喜无比 和中文版有所不同的是 翻译成意大利文的俄尔古纳和幼暗 是以小说中的萨满尼浩作为主线 萨满一般被看作俄文克人文化历史中的重要角色 曾经有读者给池子健来信询问 应该如何理解俄尔古纳和幼暗中这萨满的叙述 我写了两个萨满 他们身上的是神力 也有读者来信问我 这是真实的吗 我只能说就是说 我从小生活在大自然当中 我感受到的大自然 那么的壮阔 人是如此的渺小 所以自然的事物 就是像打雷等等的 我确实觉得是雷神在发怒 或者是他哪一天情绪不好 他就大吼了一声 于是就有了雷声等等的这样的 可能在大自然当中长大的孩子会有这样的感觉 其实我写里 我书里写到的这两个萨满 是有一点生活原型的 就这个部落的最后一个萨满很奇怪 他每救一个孩子 他就会自己的孩子就会神奇的死掉一个 这样的大概有几次 他救活了一个人就会死掉一个孩子 可是他没有放弃 继续去救别人 我觉得他就是 他觉得作为一个萨满 他的天职就是要治病救人 明明知道自己的孩子还是可能会因为救了别人而死去 你想这个人又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 他是多么的英雄 发自一个内心的一种母爱的东西 这是一种人类的大爱 我觉得在这个萨满身上体现出来了 2008年10月 在矛盾文学奖颁奖现场 池子健发表获奖感言时 引用了被誉为当代俄罗斯文学良心的拉斯普京先生的话 作为结束语 这个世界的恶是强大的 但是爱与美更强大 作家苏同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说 大约没有一个作家会像池子健一样 历经二十多年的创作而容颜不改 始终保持着一种均匀的创作节奏 一种稳定的美学追求 一种经营明亮的文字品格 我觉得一个作家最重要的品质 还是要有朴素的情怀 这个说起来简单 实践起来其实挺难的 因为从你写作开始 你是天然的 进入了一个你不知的舞台 有的作家他不断的在这个舞台上 获得了观众的喝彩以后 他就太在意这个脚下的舞台 他朴素的情怀渐渐丧失以后 懂得修饰 懂得什么时候腰彩的时候 那他就离写作的 真正的好的境界 迷人的境界就开始慢慢的遥远了 所以我觉得从开始到一直到最后 一个作家保持朴素的情怀 对一个写作者有足够的警惕 一种自省的精神是最重要的 这大概就是池子健的性格 自从二十岁步入中国文坛 近三十年来 他一直保持着一个作家 孤独而纯净的灵魂 因为在他看来 一个人不可能完全走入 另外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而写作本身就是心灵世界 和外部世界的微妙沟通 随着写作的深入 作家的孤独感只能会越来越深 而正是这种孤独感 使得作家最后面对世界 和自己作品的时候 能够保持独立的姿态 希望能够采访的那些朋友 你也觉得就是 可能也是一关键 没有人能真正答对 那我不会了解 当然了 就像我也不会真正了解他们一样 真的 大家也都会说一些客气的话 我觉得我特别不喜欢 你让我去说别人这个 我也不会去说 就是没什么意义的去 持子健是一个活在自己心里的人 与世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这也使得他的小说 一直呈现出一种独立的姿态 朋友说 持子健不是一个喜欢跟风的人 他的笔下没有怪异的表情 也极少其风突起 无论行文还是情绪的表达 都犯着自然健康的生命底色 甚至那些最抑郁 微妙 最容易走火入魔的部分 也不例外 他不做病态的极端展示 是一个真正对生活本身 充满宽容 敬畏和感恩之心的人 我觉得中国当代作家 可能每个作家都面临着一个困境 就是说 他特别缺少真正具有本土特色 这个本土是整个的中国 真正的这种思想品格 艺术气质 真正能代表这种品格的作品 特别富有震撼力的 能留得下的 现在确实是比较少 而这个跟整个 我觉得在新时期文学以后 尤其是商业时代来临 这个写作进入商业时代以后 作家所面临的种种的困境 是有关系的 人的心灵世界 在微妙的发生了变化以后 它对抗现实世界的能力 实在微妙的下降 近些年 就是说 我觉得是整个文坛 是对文学 这个质疑的声音 或者说是骂声 是越来越多了 也就是说抱怨 人们都说诗歌落潮了 散文 都写些个风花曲乐 言之无物 空洞 小说 逐渐在走下坡路 一年出那么多部长篇小说 可是真正震撼心灵的作品 越来越少了 这个几乎读者在抱怨 批评家也在抱怨 好像是这个时候 我们作为从事写作的人来讲 我说这个时候 我们很像是被判了刑 又兼外执行的囚徒 你有一种说不出的那种感觉 就是你似乎是脱离了牢笼 可是呢 你又带着一个带罪之躯 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在别人的眼里呢 作家的声望呢 就是我觉得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 就是落潮过 想想就是我刚开始从事写作的时候 那个时候 如果谁说自己是一个作家 好像是个很自豪的事情 可是现在如果是我相信林青霞和张国枝 站在这里来讲 你们可能要派警察来维持秩序 可是文学今天能有一些真诚的 对文学爱好的朋友们到这里听我 说一些可能也是个废话 没用的东西 我已经很感动了 因为文学确实在被边缘化 2011年3月22日 池子健在北京收到了这一年最珍贵的礼物 这是60多位喜爱池子健的读者 共同为他准备的 他们送了一本《阿尔古纳河诱案》 手抄本的 60个人联合抄写 用同一格式的纸 像A4那种打印纸似的 然后从一个城市 另一个城市这种传递 传递放到一个人手里 然后装钉 绝对的海内孤本 《阿尔古纳河诱案》有20多万字 手抄本字字工整 他们甚至在有空隙的地方 细心的画上了一些小的插图 年轻的读者正是用这种方式 向作者和他的作品致敬 向严肃文学致敬 跟其他的同行我也说 我说我今年得到的最珍贵的礼物 就是这本《手抄本》的《阿尔古纳河诱案》 你想在这样一个网络时代 人们快节奏的生活当中 有一群年轻人慢下来 用最传统的方式 手抄的方式 来关注一个作家 表达对我的这种喜爱 表达对一个作品的这种喜爱 那我当然要做一生最永久的这种珍藏 我只不过靠着一支笔不停地这样写 我也喜欢这样的状态 不温不火 永不停息 然后自得其乐 沉浸在自己的艺术天地里 我觉得很知足了 我也不期待那种很累的生活 像那种演艺界那些大明星们 简直是我觉得那种生活也很恐怖 非人的生活 太大了 这个选心菜 在生活上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当然了 不吃好怎么干活 齿子健热爱世俗生活 她是一位知名的作家 也是一个喜欢厨房 喜欢购物 喜欢擦地板的普通女性 也因为如此 齿子健的小说 总是聚焦平凡庸长的人生 描写和表现的是那些奔忙于衣食住行 婚丧嫁娶 生老病死中的世俗人生 即使是面对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 她也从日常人生的视角 来进行审视与建构 所以有一个记者 做完跟我对谈 做的访问的标题是 齿子健 我热爱世俗生活 我觉得作为小说家尤其如此 一个不热爱世俗生活的作家 你在作品当中 你写起生活的滋味 七情六欲 生老病死等等的这些东西 日常生活里面 你就会不入戏 像一个演员似的 他永远是徘徊在戏外 永远和他产生一种隔膜 那么生活 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不经意之间 你觉得可能是不重要 但是进入小说里以后 他都是重要 我很少因为写过 写过头了 什么六点七点 还没吃上饭 在这点可不刻苦呢 不能亏待自己的嘴 一定要硬食硬赏的吃 所以呢 我们不是五感美女 每一天下午四五点钟 池子健都会奔向厨房 高兴的时候 也会喝上几杯 日子过得寂静而充实 只是生活总难有完美 上天给了他美丽和才华 也为他关了另一道门 他来自冰天雪地的北极村 笔下却流露着温暖与细腻 他以小人物的平凡人生 承载百年的文化历史 明天同一时间 请收看 矛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系列之 池子健下集